中华文化 就靠大道有船 才能够到今天这样 深深不息 这个奇华一放 我自己就觉得 我好像有这么一个使命 而我也觉得 能够把爸爸的这种自相 放在自己的灵魂深处 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中华文化 拥有樱花深处水墨千金的美女 傅仪瑶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第一位由邓小平批准的公费女性 刘日生 一生获奖无数 她曾获日本最高美术荣誉 伦牙美术奖 并且也是首位获赠 神道文化奖的外国女性 连日本皇室都对她赞誉有加 并由高原宫 现任亲王妃九子殿下 亲自颁赠 祭典文化普及功劳奖 种种的奖项殊荣 不仅创下多项日本一坛奇迹 在2016年 更被选为中国第五届 中华之光 中华文化传播年度人物奖 艺术类的受奖者 与金庸齐民 在2019年 言语 郎郎 马云等知名人物 被中国人民网票选为 年度十大卓越人物 而能有这样的卓越成就 影响她最深的 正是她的父亲 鼎鼎道明的话谈巨匠 父报时 父亲时常提醒我 你要会寻拜良师 拜师是你一生的功课 只要你会拜 三人行必有我师 先辈 古人中都有良师 不仅如此 山水自然 天地万物 能够帮助你 引导你的都市良师 富逸遥是父报时的子女中 最能够继承 富报时美学思想的一位 比起具体的技法 我想富报时对富逸遥的影响 更在于精神以及美学的淬炼 富逸遥于1979年 跟随父亲的脚步远赴日本 在父亲的母校东京武藏野大学留学 将传统的水墨技法与时代感 自然地融合一体 创作了一系列赋予变化又充满情感的作品 在日本大放异彩 享有盛誉 日本国营电视台NHK 还邀请他担任节目主讲人 并且还特别地为他量身制作了许多特别专题节目 感动是我艺术创作的出发点 更是我艺术追求的制高点 父亲说 文人画就是先要有文 然后才有人 之后才有画 而文就是你感动的心 感动的心能塑造你的人格 然后你才能创造出你的画格 而艺术的价值就在于此 2019年 傅玉瑶获选东京奥运 艺术后援文化工程的代表人物 于东京艺术剧场博物馆 举办傅玉瑶礼记文化绘画作品展 造成轰动以及广大回响 引起日本民众对自身在地 记礼文化的重视 日本既文化是日本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文化 它是收了希腊古今中外 全世界的文化都希腊进去了 它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文化现象 这一次能够有幸成为东京奥运的文化后援工程 是我的幸运 但是不是奇遇 是世之所然 幸运的背后往往来自过人的努力 傅玉瑶笑称 她与日本既文化是偶然相遇之下的一见钟情 然而这天雷与地火的火花 却燃烧了三十余彩 她借由追寻各地的祭典 将身心都融入其中 吸收她的能量 下笔时才能一道笔随 取坊玉珠记 是有上千年的神秘的历史传承 而这个记是日本三大奇迹之一 而且是日本最有特色的一个叫做民间记 那么她呢是七年才举行一次 就是因为她太盛大 我是去看过 应该现在加剪起码有四次了 七年一次 四七二十八都有二三十年了 我呢就觉得 这个是我们中国绘画 我能够表达的 因为第一个 中国绘画是线条就带有生命 而线条能够把人物 瞬间把人物表达出来 因此这张画里 我将画了将近一千多人 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 同时 这张画还有一个整体感 这个整体感呢 就是我们讲的天地人 就是都能够融在里面 这是一个中国文化的 共思的一个哲学 在日本一直延续着 玉兰彭杰一定要跳舞 他们在这个跳舞的时候 女子会把面孔全部都遮住 此岸的人 那么过去的故人 此彼岸的人 都会把黑面罩把它造起来 他们相遇相交 不是靠认识面孔 而是神魂相通 我当时呢 就跟着去跳的 我发现跳跳跳跳 自己就进入了那个环境 因此我画这个画的时候 把它放在 无限秒远的旷野里 只有在旷野里 人和魂 可以自由地相处相交 玉兰彭武给我的感受 就是色彩 它在这张画的里面 是一个强烈的精神 因为色彩是丰富的 生命的一个显像 而我爸爸说 任何色彩一定要入墨 要有墨气在里头 它就会显得高养 因此这张画 虽然画的是 玉兰彭武 日本纪 但是它是水墨画 除此之外 富一瑶的作品 还受到日本皇室 与各大明煞的收藏 像是比瑞山盈利寺的国宝殿 京都三十三千堂 大园三千院等 而日本皇室 也对富一瑶极为敬重礼遇 更将它的画作 典藏在天皇天台宗的家庙 开始的时候 我只是在一些 他们下面的普通的小庙里 画一些张笔画 也因为是有爸爸的文学 和历史的教导 所以我就 创作东西 他们都很满意 因此慢慢慢慢地 就在给我的题目就升级了 开始 除了是这个 请我画了一个号历史传记 就是唐朝的时候 到中国去求法的 叫元人入唐求法巡礼记 这部作品非常得到好评 因此变成了天台中 二十三个大庙来收藏 包括严历寺收藏了两幅最大的 然后又请我画了 这个福教东建图 这是两千六百年的历史 放在一张大的 我们叫做张笔 大的笔画上 而这个呢 就在严历寺的国宝殿里 是为了庆祝天台大师 一千四百周年纪念 而奉纳的 这两张画 被日本一位评论家 叫河北伦明 最大的一个评论家 他说 你是创造了新的 这个叫福教空间 福教空间 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世界 而是一个 哲学的精神的领域 位在京都的三千院 是天台五大门机之一 也是佛教音乐 最重要的圣地 及热门观光景点 院内古树参天 青台遍地 四季转换 街市风情 而富一遥的三千院四季图 更是完美地将不同时令的美景 收于画面上 让人能一次看尽 日本历史上没有一个画家 在那里能够画这样正常上画画 而他竟然同意叫我画 这张画有一个什么 就是像天地旋转 四季暗幻 它里面是有阴有阳 有喜有乐 所有这一切 包含着这个四季里 我们才能体会到 福教的音乐 通过美丽的景色 给我们由衷的感动 因此这张画 它就变成了 三千院四季图 下雨 夏天啊 下大雨的时候 好像那个山树 就变成了一个 雨漠屏障啊 然后呢 秋天呢 又是枫叶 美的布袋 那个枫叶颜色 哦 灿烂 发金光 冬天你别说啊 虽然是金布 但是有时候一下子 吵一吵猛雪 那个这样的雪原 非常的辽阔 然后到了春天 樱花露放 因此是夏雨秋风 冬雪春花 用这个叫做 四时旋转 有始无终 无始有终 又是无始无终 又是有始有终 这就是所有的 轮回变换的概念 就在这个自然的 画作里 把它表达出来 在我的心里 端午是一条长河 它的来起源是 从 起源是从 取缘的精神 到今天 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 我就特别是到 那个 取缘的家乡 紫龟 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包括他们的游船也好 他们的跳花鼓舞也好 他们的作诗也好 就是我一直参加 最妙的就是什么 他们那个地方啊 真的对曲缘 有一种强烈的爱 每到那个时候 都会背着粽子 自己背着粽子 去丢到河里去 去喂 喂鱼 就是要 就是 还是跟当年的心思一样 就是鱼儿虾儿 不要碰取 吃我的粽子吧 吃我的粽子吧 丰富细腻的表情 从远到近 三个波段的层次 展现蕴含的人文思想 宗教思想 自然思想 会流成一幅大容体 端武宋 也获得中国艺术研究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典藏 不仅如此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 英国伦敦大学博物馆 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安南 都珍藏他的作品 布宇瑶沉浸在父亲的艺术成就之下 同时也走出了自己 更辉煌的艺术人生 我非常喜欢我爸爸的画 我每次看都有新鲜感 而我呢 也去临 我会对临 会背临 但是 真正的仿佛笔的画作 我从来不做 从来不做 也可能是 有一些心理上的负担 但是 这次 我有勇气 去画出一个 仿佛笔的系列来 这全是多亏 叶国新博士的鼓励 和他一种正确的传承发展的这个见解 叶国新博士呢 一直跟我说 说真正的笔墨传承 就有一个要追其精 要得其密 这么一个阶段 你过了这个阶段 你才能真晓得你画画画的时候 那种内心的变化 那种内心的震灯 复暴石打破笔墨约束 独创暴石村笔法高深 许多人把他的散工笔法 当作乱笔乱春 不知道情乱中有序呢 也因为复暴石有许多不传之计 许多人只能模仿表象 而无法深入精神层次 我觉得我父亲画画的时候 那个时候 像跳舞一样 它是有一个节奏和那个舞姿的感觉 所以我非常欣赏 我父亲画画的时候 那种身体和他的手 手腕 尖的整体都在动 因此我常常讲 哎呀我爸爸画画 真是一半是行为艺术 一半是这个精神的精神文化 我最喜欢呢 在爸爸旁边 看着我爸爸画山水 因为我爸爸画山水 是千遍万画 有的时候啊 是这个叫做灰豪猛洒 那个有一张很大的画 它十几分钟 整个的那个画面全部能够给你画完 然后才坐下来慢慢的细细思量 有的时候呢 几笔青青飘了以后 就完成了 所以现在大家称为豹石村 其实没有这种固定形式的这种村法 而是父亲的整个的风格的一个 一个代名字 真正的生命要来自于中国绘画的这个笔墨里 而我父亲画山水的这个豹石村呢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巧 因此我试探了几次以后 就开始画了这张大画 而这张大画就是用豹石村的这种 我们叫做伞风 叫做伞比中风的这样的话 把浪头画出来 好像把海里的那种 我们说海里的生命力都吸收起来 才能把浪腾得这么高 而因为有这么强烈的海上的风景 才把李白悲哀的心情能够表达出来 所以叫做丑色满仓舞 本次展览除了将东京奥运 民间纪的精华代表作 搬移来台之外 也将妇女士相关的 脏壁画、仿妇笔、雪景、鱼景 还有诗意化、刺系等创作主题 也会一并来台湾 做出一个最全面性的展示 为了这次的展览 傅易瑶重新绘制 湘君涉江、柳映侍女、琵琶行 云中军与大司命等 复报时的知名剧作 呈现妇女之间跨越时空的 美学对话与精神传承 琵琶行我父亲画了很多次 但是每次都不一样 特别是江州、司马、青山师的神情 每次都有微妙的变化 我觉得我爸爸说过一句话 叫做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彼成相识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父亲 在画这张画的时候他内心的 多少多少这个我们叫做波澜翻腾 所以这几张画我在灵的时候 不是把它当作画作来的 所以这种心情下 我觉得我的用笔会随着我的感想 自动的就画出来 而不是看一只眼画一遍 不是以画来对话 而是以说话的话 在对话中找到画意 人人都说 就是这个意记到了一定的时候 拼的不是记 拼的是意 这个意就是魂 每次临摹父亲的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父亲都给我一种新的一个启发 这就叫做 叫做父亲亲寿啊 他就是总是指点我 告诉我 叫做秘学法门 我觉得这几张画里 我爸爸告诉我的秘学法门 就是你当你自己的灵魂 得到了一种强烈的兴奋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记忆会走向异 福报时 是全球艺术市场上 知名的艺员大师 他的作品 屡屡拍出了数亿人的高架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作品的稀有 以及高度的艺术性 而傅毅遥 也踏上父亲这条路 他对艺术创作的坚持 以及热爱 所以使其他的作品 极少在市场上流通 怒飞到知名的艺术的博物馆 日本的名士古萨 你很难一睹其作品的风采 另外还有富报时的 稀有家常珍品 和与富家关系紧密的画家友人作品 借此不仅能体会 富翼遥在日本的艺术成就外 更能透过富翼遥之眼 一窥一代巨匠 创作背后的情感与时空 富报时是一个非常难模仿的对象 因为其高深的笔墨之法 用色 以及他对材料的追求 他所用的老纸 老墨 还有他的鼻 等等 都不是轻易可获得的 而这些仿造者 也只能模仿到他肤浅的表象 而无法到达他高深的美学精神层次 但我想富翼遥是其众多子女中 对能够传承他美学精神 思想层面的一位 我爸爸说的 不要做一个无形的文人 要做一个有志向的文化人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在日本 做事做人的一个绝对原则 我在日本画了将近一百多幅 日本寄的作品 和这些作品全部都是收藏品 绝对没有一张是走向市场 为什么不能走向市场呢 也可能还有点我自己内心的交集 所以我从来没有做过 这种让自己内心不安的事情 富翼遥一生淡薄名利 牺牲于日本的小画室 将自己嫁给了艺术 把艺术放在生命的至高位 持续不懈地创作伟大作品 并将手边所有父亲的画作 手稿印章等价值百亿的重要余护 都捐赠给国家博物馆 将传承与发扬附加艺术精神 奉为一生实力 大道友传 富豹时富翼遥 妇女艺术的建厂长 这个船有多种不同的含义 有父亲教导女儿之间的船 也有血脉亲情之间的船 还有文人雅世间对美学追求的船 这种船的不同含义 也成就了这个展览 也可以让台湾的观众 可以一窥附加美学的真谛 我的愿望 就是把父亲这种大道友传的精神 继承下来 使自己的艺术走向全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联合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